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女人 只因自己的新家位于一处湖中心的小岛上 四下连一条可供出行的道路也没有 于是女人便叫来了自己的一帮亲戚 准备几人合力 在自家的门口前 修建起一座连通屋舍和湖岸的跨湖大桥来 虽然修建的桥身总共也就二三十米的跨度 不过由于两岸的地形和高差 在女人将一条贯通两岸的麻绳给绑扎起来后 几人便开始在小岛的这边 用竹木架设计了鞋架支撑 这个过程也是十分的不易 四个人分成了三拨相互配合 才终于是将水里的第一组鞋架 给慢慢的树立了起来 随后便可以在鞋架的上部 摆放上一根长树袋 等摆放好后 女人便拿着木锤系上绳索 慢慢的在高空朝着树立好的鞋架走了过去 这里女人需要用木锤 一点一点的将鞋架的两边给掀入湖底 使其稳固 如此一番操作过后 几人就可以将准备好的树干扔到水中 然后再架船来到对岸 继续下一个鞋架的组装和固定了 由于接下来上部的水平连接和加固 需要几个人在上面一起配合 所以这次女人就留在了下面 三个男人则全都出现在上面忙活了起来 就这样先立鞋架 再放着树干进行水平连接 直至将所有的鞋架全都安装固定好后 女人在款待好亲戚后 便开始一个人对整个框架进行起了全方位的加固 这次的加固主要是通过增设一些水平横称和树向称的方式 来提高整个桥体结构的稳定 这里小编就不一介绍了 大家仔细看视频中操作细节 随着桥体框架最后一处的加固完成 紧接着女人便又爆来了一些提前加工好的半圆形竹片 开始在桥面上摆放了起来 这些竹片在摆放出一段距离后 女人便会脱了一些长竹条 并沿着桥体的跨度摆放上三根 如此对竹片进行一番压边处理后 就可以用铁丝将两者与底部的框架绑砸起来了 至此我们也就来到了女人修建桥身护栏的建造环节了 而这些水平围杆先是得现场比对后 在两端切割出缺口 并经过一番简单的刮销 如此才可以与护栏立杆相互的绑砸起来 当然为了足够的安全 像这样的水平杆 还得用竹片继续向下绑砸上两刀 不得不说 女人这丝滑的剑桥手艺还真是让人羡慕 可以的话 请您点上一个免费的爱心 对女人支持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了 至此整个竹桥的建造就已步入尾声了 那么您觉得女人修建的这个竹桥如何 满分十分您又会答几分 欢迎评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